我們要問完問題再開始回答觀眾的答案嗎? 還是你要邊看? 我覺得邊看吧 邊看? 所以就看情況 不然我可能需要開另外一個screen 開始啦 喔!看到了 看到了嗎? 看到了 嗨!大家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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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 大家好 看到了嗎? 喔!二十三個人在看 我這邊有點小leg 哈囉 哈囉 嗨 嗨嗨嗨 先等大家烏溫吧比一下好了 嗨大家 我們現在呢 正在 開場 然後會等 等進來的人 多一點之後 我們會正式開始 大家可以先 聊聊天 留訊息聊天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有 四個男人加上一個螃蟹 我的畫面 我要把這個 關掉 我要放最大 OK OK 那留言就交給你看 因為我的畫面是投影的 所以我一定要 我要放很大 我沒辦法切來切去 我現在在看怎麼看留言 我現在只看到大家在按讚 但是我看不到留言是從哪邊出現 嗯 嗯 然後 欸我三者留言 等一下我 我研究一下怎麼看留言 好 等一下我把聲音關起來 OK了 可以了 所以周保育說 主持人好 酒井先生好 嗨 陳雅說哈囉 嗨大家好 陰星喬說晚安 Takahara Naoko說大家好 嗨 好久不見 欸我們現在 因為 再研究一下怎麼看 所以可能回覆會有點慢 對啊 根本大概 欸等一下 韋恩為什麼在那邊切到 我現在在看我的畫面 我現在在看Facebook的畫面 然後 我這邊是最大 然後壽司師傅 怎麼看不到那個 喔對阿 畫面跑掉 等一下 有辦法說嗎 我現在調一下 我也是這樣子欸 有一點怪怪 對啊 好像變成我的個人秀一樣 對對對 對對對 我現在調回來 但他應該會lag一下 喔好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 有啦 喔有啦 在動在動 喔太好了太好了 好 那就暫時就成這樣 好 那就暫時就成這樣 嗯 真的是 嗯 大概 我們半年沒有直 快半年沒直播了 我想 差不多吧 超過 差不多好 老朋友都歸位了 是不是 對啊 從回直播的現場 你看這次的排場 就是不太一樣 對不對 一回來馬上就 展現 不同的內容 對展現不同的內容 呵呵呵 所以我們現在 好 再過一分鐘 我們就正式 正式開始吧 再過一分鐘 我們就正式 開始今天的節目囉 對 再過一分鐘 我們就正式 開始今天的節目囉 大家最近混得怎麼樣 呵呵 大家是在問螃蟹 大家在看螃蟹 對不對 螃蟹螃蟹 螃蟹螃蟹 想吃壽司 我也想吃壽司啊 走過現場 能夠吃壽司的 大概只有師傅吧 今天去新橋 應該可以吃 那我們請螃蟹講一下話 好 請螃蟹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囉 好 那我們等那個 高野先生歸位之後 我們就 正式開始 對啊 我們等師傅回來好了 不然有點 有點不近 對對對 今天的主角算是師傅 怎樣說好悶 是說天氣好悶 還是我們講話很悶 還是吃不到螃蟹很悶呢 我在想應該是心情的部分 心情的部分 我預計說在紐西蘭 已經凌晨了 所以還特別支持九請先生 厲害 這是德里克森 感謝 常委來 好嚕 Yamamoto說 那個數字將會到一百囉 真的耶 好久沒直播了 大家還有回來 好感動 我還看到我的 以前的日本 日本朋友 來住重神 厲害 沖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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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沖縄 對沖縄 沖縄 我們就正式 開始囉 我們中橋的那個 壽司店的開張囉 好開張 就是 OK好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開始吧 OK那就是 大家好我們很久 很久沒跟大家見面了 那也很久沒有直播 那由於在這次肥炎的疫情的影響上啊 那相信大家也都不太方便出門 那當然也會有些 有點想念出國語言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的 有個特別企劃 要連線東京做壽司的聊天給大家看啦 沒錯 那我們很榮幸請到了 竹地第五代的Yan上 那他們家族呢 是從日本橋市場開始 竹地市場 然後一直到 豐州市場呢 都有在市場裡經營與買賣的生意 那在Yan上的牽線下 我們也邀請到 曾經任職在日本最有名的壽司店之一 銀座 酒瓶位臥壽司 目前呢 在新橋開店 店名叫 寿司高野的壽司師傅 高野先生 那我們先請Yan上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竹地第五代的Yan Dageho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大家參加這個壽司的那個直播活動 那我剛剛問Yan上說 我在竹地一直做那個魚的批發商 所以我很愛竹地跟魚跟壽司 所以那我今天非常開心 跟大家這樣子那個 享受這樣子很難等的那個機會 那謝謝囉 好 那 高野先生 簡単に自己紹介をお願いします 好 好 好 謝謝高野先生 跟店長的介紹 那我們就請高野先生 開始準備今天的料理 那我來 我一邊來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今天的節目內容 那今天的直播大概預計是一個小時左右 那高野先生會為我們準備螃蟹料理 以及十道左右的握壽司 好 那在我們這個線上壽司的聚餐過程中 我們準備一些跟壽司 然後還有東京的魚市場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會在料理的過程中跟Yan聊聊 也會請Yan跟高野師傅 幫大家說明今天的料理 那一請大家在留言中提問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都可以發問 那我們會請Yan上跟高野先生 來提供大家回答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請Yan上跟我們聊聊 第一個東京準備的問題 那就是你們家族簡單的生意發展 那就相信觀眾對於市場的經營歷史會非常有興趣 那就請Yan上幫我們試一下下吧 好 等一下我先請高野先生先做料理 這樣可以嗎 沒問題 沒問題 那我先回答之前 我先大概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螃蟹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那今天有幾公斤嗎 有1.5公斤 有1.5公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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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5公斤真的非常大 超大 超大 700公斤已經算很大 所以1.5公斤是非常非常大 哇 太強了 這是哪個地方 北海道ですね 北海道 哇 哇 我們來自北海道的朋友 什麼品牌的什麼平民的螃蟹呢 這是那個毛蟹 Hikaniですよね Hikani 太厲害了 還有呢 那個高爺先生是從北海道出生的 所以他很對螃蟹的了解 哇 稻蠶子啊 另類稻蠶子 稻蠶子 稻蠶子 嗯 那高雲先生 那你今天煮湯嗎 現在煮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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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一下 那他煮螃蟹喔 超酷 應該 那個煮螃蟹大概需要15分鐘左右吧 好 那我們就順便趁親 就是問一下 就是我們先請電商回答剛剛的問題 嗯 那我家 我家族是 我現在那個貝姐 那個 我的那個家族是一直做 與市場的那個批方 那我們公司 從1889年開始 哇 所以大概 這年 131年 太強了 百年企業 哇 好猛 太厲害了 嗯 那這個我的後面的這個 背景 就是 日本牆的 嗯 看起來還是很漂亮 但是這個已經100年多了吧 哇 太強了 太強了 對 你平常把那個東西放在哪裡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應該現在 我們沒有這樣的東西吧 應該可能公司裡面有 但是這個 日本橋 這個很 那個 100年前 這個時代 全部都是 那個 怎麼說 一張一張票 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我們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 我們做 大批發 還有一般的批發 那市場裡面有兩 兩種的批發 那這個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 我們那個主地 工作市場也是一樣 那個 有兩種 那一個大批發 是 做 收集 那個 所有的 那個世界 那個 港口 收集收集 然後 都在 主地 還是工作市場 那 他們 收集 然後賣給 一般的批發 那 這個是 我們 常常看的那個 Auction 嗯 對 所以 大批發 賣給一般的批發 在主地市場 工作市場裡面 然後呢 那個 一般的批發買 然後 一般的批發賣給 手持店 餐店 飯店 超市 這樣子 那我們公司以前做 大批發 還有一般的批發 那 大批發 現在的話只有五家 那以前也是大概六家 那 現在的話 以前做過大批發 然後現在還有還存在的公司 我們家以外都沒有 有 太強了 真的是很高 對 那我們 賣的 雨大概 有 有很多 那個 賣給 超高級的 賣給 他剛才那邊 這樣子 很高級的店 也有 那這樣子的話 那螃蟹啊 還有 鮑魚啊 還有 海膽那種 對 那 那 他剛才每天來我們公司買大批 所以 不斷 他變成朋友 嗯 哦 哦 那 那我們現在剛好直播也是 現在進到一個新的段落 那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盤子上面啊 有放一個魚 那我們可以請 店長問問看 就是他看到 這個魚是什麼魚嗎 他剛才說 這是什麼魚嗎 這是馬魚嗎 這是馬魚嗎 你 這間 這是知來我們 這間 這是馬魚嗎 這間 這間 這是馬魚嗎 這間 這間 萬分 是 好 今天 今天你買了一份东西? 东西是东西 我買了一份东西 它说这是黑鱼 一般有很多种鱼 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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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鱼 鱼鱼就是吃高鱼 这是国厂的天然的黑鱼 他今天早上去昆州买了 东北的鱼 大概一到一个多公斤 鱼鱼 大家看一下看一下 准备要切鱼 开头就用这么厉害的 这么豪华的 坐不了 太凶狠 准备 这得有部分 这个有一部分 八小吧 这每一部分 大概这很 Tas 想象像 我今天買了這部分很容易,但這部分是大陶瓦 這裡是中陶瓦 中間就是中陶瓦 左邊是大陶瓦 是赤身 左邊是刺身 刺身就是刺身 刺身 不知道怎麼講 你叫阿卡米啊 如果現場有日文好的朋友,不要相信東小東小日文很差 可以幫大家在下面留言一下,阿卡米是什麼東西 阿卡米,大家知道嗎? 阿卡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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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請問一下 壽司有什麼樣的分類嗎? 比如說江戶拳,迴轉壽司,握壽司,花壽司等等 他們差別在哪裡? 因為一直以來就是有可能吃過很多種壽司 但是對於壽司它有沒有一個由上到下有系統的分類 或者說歷史我們還蠻好奇的 廣臘 江戶前Co製魚 海根 石、bone 江戸前と他の寿司の何か違いとかってあるんでしたっけ まあ寿司っていう一つの形にするんだったら みんな一緒ですね寿司っていうのは 我々江戸前寿司のお客様が見えてから寿司を見る 回転寿司屋さんはもうお客様が見える前から 握っておくその違いはありますよね 江戸前というか江戸な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 はい 例えばその関西の寿司とか 回転寿司とかビジネスが違うとして 江戸じゃない寿司ってあるんですか 江戸前の歴史 じゃない寿司あります ある うーんと 姿寿司 滋賀の船寿司ですか 工事で発酵させてる寿司もありますし はいはい 関西のバッテラ寿司とかありますよね あれも一つの寿司です いわゆる今僕らがイメージする寿司っていうのは やっぱり江戸前で 江戸前ですね 他はもうそもそも違う魚とか 違う魚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し 多分海が近くなかったり川だったり湖だったりとか そういう感じですか えーと本当は寿司っていうのは江戸前 港で取れたっていう意味から来てるんですけど 今はもういろいろ川だかなも使ったりしていますよね はい 他説 回転寿司跟一般的江戸前寿司 完全不一样 回転寿司 一般我問了他 江戸前寿司 跟別の地方寿司 有没有差別 江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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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東京の名前 江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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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其他的方式那邊有沒有其他的縮詞 對 那他說欸有 但是完全不一樣的縮詞 那縮詞 那先在我們這樣子的那個握縮詞 嗯 大家可以來來來 先放送吃褲 放送吃褲 反過來 他反過來 OKOK 回歸 回歸院主 沒關係 沒關係 謝謝 我們剛剛可以講到那個江戶壽司跟其他地方的差別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一般emage到那個壽司的話 都是江戶前壽司 對對對 就是目前 我們不管台灣人或日本人印象中 最常見吃到的這一種握壽司 就是基本上都是江戶前壽司 對對對 一般我們emage 壽司都是這樣子 那比如說其他那個七個縣 還有大阪那邊 那其那個 比如說他們用船的壽司 還有 湖的 雨 湖魚 嗯 湖那個 lake 哦湖的湖 湖那邊的湯 哦OKOK 對 對 在每個地方都那個湖的那個壽地 所以可以說是東京是讓 把整個就是壽司文化傳到 全球區的一個最大的工程是不是 嗯哼哼哼 對 原來如此 那我們好像現在看到 好像在播報那個球賽 好像看到那個壽司 師傅也有動作了 他是不是把飯拿出來 嗯 他好像已經把剛剛的那個 那個黑鮪魚 切了三個不同油脂分布 我看到他那個上面好像切了三塊 對對 所以我們剛剛有那個什麼 Otoro Chutoro 跟Nakami 這三個不同的部位 嗯 然後他現在在磨 好像那個師傅在磨那個 WASAB 現磨的現磨的 台灣吃到的壽司啊 是不是都是那一 直接一包打開那個 擠出來WASAB 還台灣也有現磨的 現磨的應該要去高級的那一種 就是也是現做的 應該是這樣吧 才有 不然連手壽司店應該都是給你一包的 一包我自己寄送的 這樣比較合 有時候是像牙膏一樣的 比較合成本啦 對啊 比較合成本 嗯嗯 呃 這個 呃 常維 常維先生說 將 大家乾杯 吧 乾杯 那我們就乾杯吧 啊 阿紀典里說 等一下會不會有壽司抽獎活動 沒有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 抽了你也 寄到你那裡可能也 已經變 我熟了啦 我記得都熟了 先被海關扣起來了 烤魚啦 但是那個我們剛剛講到那個WASAB 那WASAB真的很貴 那 我常看到那個 豐州 第一市場裡面的那個 蔬菜的店 那他們賣 最貴的是大概 一公斤大概 兩萬五千 日幣左右 一公斤兩萬五千 一條不就已經大概 四五百多功課了嗎 最近 欸 Takano-san そのWASAB 現在幾公斤 100公斤 真的沒有 哦 100公斤 哦 哦 很厲害的 很厲害 嗯 結構 很貴ですね 那 大概 那如果它是那個 很貴的話 那兩千 多少 多少 哇 哇 哇 好貴哦 超貴的 不得咬的貴 就是大家吃壽司的時候 記得要 多沾一點 多沾一點 對不對 欸 對 跟壽司師傅說 WASAB OMORI 欸 講到 WASAB啊 是不是 有一些種類的壽司 其實是不用沾 WASAB 的 你說 有的魚 有的樹 有的樹 嗯 那個不放那個 WASAB 對 是不是有一些種類 不放 哇 漂亮 這個 呃 大家 稍微近一點看 可以看到那個 魚啊 AKAMI 那個 晶瑩剔透的樣子 就是它剛剛有 加什麼 那個醬油 是不是 嗯 對對對 就是那個上面 已經放那個醬油了 哦 所以這個 這樣子的話 就 就不用再沾上 醬油水 不用不用 那其實這也是我們第三個問題 嗯 那就是像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也不用 就是加上 我直接直接拿下來吃就好 但是 像這種狀況下 我們應該是要用 手去拿 還是用筷子去拿 還是都都可以吧 啊 Takamu-san 2つ質問があって えーと まず WASABを つける魚 とつけない魚 とかあるんですか っていうのが 一句 對 はい で あとは あの えー なんだっけ えっと お寿司食べる時に 手で食べるのが正しいのか お箸で食べるのが正しいのか どっちがいいんだろうっていう まず WASAB的にやってるのか 今ちょうどその かとき かえるとき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ど お寿司をつまむって言葉が日本にはあるので 手でつまむ 箸でつまむって語弁 やっぱりつまむって言葉は手だと思うんですよ ただ今あの衛生上とかいろんな面があるんで 箸でも 手でも あの 食べやすい方で食べるのが一番いいと思います なるほど なるほど じゃあ今お寿司屋さん 高級なお寿司屋さん行って 手で食べても別に失礼では全くないってことですか そうではないですよ へー ただ周りの空気 周りの人が橋で食べてるのは 足で食べたほう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 あのー 手で食べてるなら手で食べたほう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はい なるほど わかりました えーと 先に訳しますね えーと 他説 えーと 用手 還是用筷子 筷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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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筷筷筷 えーと 全然 おー 使いまして 使いまして なにしの senと いえまして 鷹野さん お寿司吃的時何の酒飲むの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日本酒が一番好きかなと思います 日本酒是好 一番歴史的に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やっぱりお魚 生魚を食べる時に 日本酒一番 今国際的になってシャンパンでやったとか 白ワインとかはありますし 赤ワインなんかでも 酢酒を食べられる方は結構増えてます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は日本で 日本でこのお店でもそうですし 日本のお店でも ワインなんかは 10年くらい前から 日本酒が結構流行ってますよね そう 私個人としては 日本酒 できればお茶で食べていただくのが一番うれし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お茶? 日本酒かお茶? そうですね 寿司本来の味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そう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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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酒は 日本酒を飲む 飲む 最近は 日本酒を飲む 紅酒 香ばん 一度飲む 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この飲む 私たちが 普通に飲む バスマスの 私たち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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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の 今天有一個疑問 就是我看過那種好像很厲害 因為我沒有吃過很貴很貴的這種壽司店 那有一個疑問就是 我有看到人家好像說很厲害的店 他們會用一種叫 好像是熟成的方式 熟成 就是他不是像平常吃壽司那種 可能新鮮的魚 直接下去切 他可能是有用熟成之後 聽說會讓 魚肉的味道更好 就有點像你知道牛肉也有乾式熟成 就是他會放一陣子 讓裡面的好像什麼胺基酸變得更成熟之類 對 對 那個壽司也有吧 那個 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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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成熟成熟成的 嗯 嗯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魚類 對 我好像聽說這種很高級 比如像那個次郎的店 好像 他很多的魚肉都是有他自己料理的方式 並不是說單純靠 可能 呃 材料本身非常新鮮 就一定是好 就是他會加很多自己的技法 然後來讓壽司的味道 肉的味道到可能 另外一個境界 我是沒有吃過啦 但我聽說有一些 很高級的店 或是米其林星級的壽司店 好像會有 很不一樣的料理方式 蠻好奇 嗯 所以你的問題是 他們會不會 那個 就是有不同的方式去處理 就是想了解 特別是 手材等等的 嗯 阿康先生 普通的魚飼養 飼養 都會有一個 做的 做的 有的 有的 想法 要做 長 去的 做的 好了 發生 一樣 因為 材料 說 雲 西 西 我把醬油漬け、一日二日一日浮いた握りを出します それは熟成とまた違いますよね? 熟成ともまた違います あれはちょっと浮き過ぎというか 私の世代はちょっと怖いですね すごい色が変わっちゃって 変わってて ちょっと私は未だに首をかしぐる仕事かなと思うので なるほど 否定はしないんですよ これはお客さんが決めればいいことなので なるほど 私はちょっと悪いですね 分かりました はい 説明 じゃあ 漬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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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大概放着两天左右 哦,好快 那这样子变成功夫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鲁鱼的鲁鱼 我们会看到,有时候看到 但是这个对他来说 他比较不懂的那个手势 那他不是,他不敢做这样子 他那个手长鲁鱼 他看着太久了,有点可怕 但是现在变成那个旅游行 所以他说,当然可以 那客人喜欢的话那当然可以 但是他的时代 他以前学习的时代 这样子做法没有 嗯,你了解 所以有点像是不同 不同时代的 可能在寿司料理方法上 也渐渐有一些演变 演化这样 对,那个喝法也是一样 都是也在进步当中啊 就是料理方式啊等等 对对对 那下一个料理我问一下 好啊 好啊 Takano-san,次は 这个 这个 啊,车鱼鱼 は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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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做之前 是不是再请 那个Takano-san 稍微帮我们解释一下 刚刚做的那个 几个鱼的料理是怎么样 哦 好 Takano-san,さっきのマグロ は えーと 三つ あれですよね 大鱼 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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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对 大概就是刚刚讲的那三种 肉的部位的分类 这样子 对 所以点一要问 那个那三个都是唯一分 对 这个都是唯一分 嗯 嗯 哇 那我们现在就 看怎么做这个 哦 我看他好像拿了一个 竹竹竹竹签 直接给他 もうちょっと近くで 刺して 刺して はい はい 假設他像一般 吊虾场就直接拿去 哈哈 对 我第一个也是想到 要吊虾场 呵呵呵呵 これを どうするのしゃっけ お湯の中に 入れます お湯の中に 蒸 先蒸一下 放在热水里面 对 对 这个火的 那个 车匣子 的 那个 寿司 是 它以前在 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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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很有名的菜单 哦 特有的 特有的 对 对 哇 好酷 他刚才是何秒 ぐらい 哦 你好 刚刚看起来大概 10 20 20 20 30秒左右吧 不是 哦 所以隧道是 是吃熟的 就对了 我好来看看吧 我好来看看 哇这个 为什么今天要做这样的直播 好痛苦 喂你今天晚上吃什么 晚上吃鸡的家 鸡的家 今天那个 今天那个 Uber E 中牛丼买一送一 劳动者 对 晚上吃水果而已 今天 太厉害了 哇这个 哇 哇 有看到三个 三个男人看这个 瞠目结舌 对 都没有没有讲话 都没有话了 对不对 只想 只想吃 我现在只想吃而已 只想吃而已 oh my go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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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这一定很甜 oh my god 谁 我 我可以去拿吧 给我给我 传送过来拜托 令人痛苦的一个直播 很痛苦的直播 这个直播 可能 可能 我觉得等一下可能下线人数会激增 因为大家现在可能有点生气 哈哈 大家现在都订Uber E 趕快订寿司过来 oh my god 太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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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今何事做了吗 这个 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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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分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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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真好,所以變成紅色 但是裡面還是一半生 他說是最好吃的嗎? 比較直接講就是半生不熟的狀態 對啦,太猛了 現在是下一道了嗎? 在切什麼東西? 兩片看起來很小的 這是小肌嗎? 我現在是小肌ですね 小肌,小肌,小肌 小肌跟小肌,小肌嗎? 交給Bob,日文達人 等一下,小肌 他是那個,他沒有漢字喔? 漢字的話,大小的小,肌肉的肌 小肌 小肌 中文叫子肌 就是孩子的子,然後也是肌肉的肌 子肌魚嗎? 我是小肌 我是小肌 小肌 很小的小,然後肌那個 那個魚的那個肌 魚肌的肌 中文是不是,台灣常常看到嗎? 台灣的壽司店有這道嗎? 沒聽過,從來沒聽過 但是Kohata很有名耶,那個 這個你常常看到吧 等一下等一下,我查一下好了 我覺得不太合理 Kohata Kohata Sama 小肌,真的是小肌耶 中文 小肌 還是大家都一直吃,然後叫不出來 就他這個,吃這個量的那個 Kohata 好像真的是就叫子肌耶 好神秘喔 另外這什麼,貝喔? 貝嗎? 貝嗎? 這個是起貝 貝 Kohata Kohata Kohata和赤貝是江戸前寿司的代表嗎? 是 Kohata ? 駅 prospects 明天你说的是什么呢? 未来的 这两个岂背 左边的岂背跟右边的夸道 那这两个都是代表江湖前寿司的很有名的菜单 那他也是每天每个季节都准备这两个 所以会代表寿司的菜单 那其他的料理的话一般都不会用这两种而已 只有出示的时候才用到 我们再拉回刚刚那个委恩问的问题 那刚刚这两个寿司他有加芥末吗? 我是有加芥末的 有加芥末 对有加的 我看我们今天看这个秀我们问题都问不完 才问到第三个问题 对啊没关系啊 就随性 因为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神奇 太神奇了 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样子 对啊好酷哦 啊 这是什么 啊 啊 啊 芝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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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 白芝麻 長得不太一樣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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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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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什麼,俗名,乾仔,瓜仔 那個台語最好,我有聽過嗎? 乾是那個甜的乾,然後瓜是胡瓜的瓜 沒聽過 所以另外是Kinky Kinky kids,我知道 Kinky kids 這個非常高級的一點 找不到耶,有漢字嗎? Kinky,是怎麼畫的? Kinky 漢字是嗎? 是吧 Kinky,是嗎? 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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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詢問一下 大家一起叫做 好 有什麼 有什麼 但是他也不知道 我們都懂的 我來查一下 今天是天然的島味 天然的島味 好 天然的島味 天然的島味 天然的話 臉的最前面會 這樣子 這樣 好 那我這邊 稍微再問幾個我們準備的問題 等一下 Kinky 他是 大刺 唸不出來 他也沒有特別的 俗稱 所以大家就叫 Kinky 連中文我都唸不出來 好 好 就是 那個 我們都知道竹地市場搬家了 對 那 想問就是 竹地市場搬家之後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然後 連帶就是說 那豐州市場 跟竹地市場 可能 對對對你們來說 最大的差異 在哪裡 對我們那個 筆發商說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對筆發商說 第一 不方便 交通不方便 這個是對大家 大家來說 都不方便 哦 因為那個 風舟地理位置 的關係 對對對 因為風舟 嗯 比如說 你應該你去過台場 我來吧 對 那台場也 比較不方便嘛 如果 那個 做 那個 電車的話 有點不便 那 風舟也是大概 是差不多 一樣做 油力幹部 那我們的話 用那個 開車 去市場 所以還可以 但是 以前的那個 主地市場比較 比較 要 哇 那個 嗯 現在的話 停車的地方 也 不是很方便 嗯嗯嗯嗯 然後一個一個 市場 比如說 新國 蔬菜的那個 市場 還有魚的市場 很遠 應該如果 走路的話 應該要 15分鐘吧 哦 對 但是以前的話 就很便 所以 那對 比如說 他那個 他剛才來說 那先去買 然後去買 然後坐 電車 回去新吧 新橋 甚至太 不方便 那 對我們來說 嗯 紅州 地方 嗯 更方便 應該還好 已經習慣了 但是 大家都很愛 築地嘛 對 一個 很有歷史的那個感覺 嗯 很舊很舊 很老 但是 大家都很愛 築地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們還是很想念 土地的那種 嗯 這個很 很 很難 那個說明嘛 嗯 壞酒港 嗯 心裡的那個就是 永遠都覺得 祖地是自己的家 都感覺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 這個 嗯 應該我們還是 太 習慣吧 但是我覺得 可能 以前在日本橋嘛 那日本橋的時候 嗯 有 大概 幾百年吧 兩三百年都在日本橋 然後 我們 東京的大地震 之後 我們決定了 綁架 土地 那這個時候 也是會有很大的問題 大概 我們決定 幫到土地 以後 花了十幾年 才 綁架到土地 所以 有可能 一百年後 我們會 工作室長是很好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我不知道 到時候搬到新宿 腦袋又在那邊叫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對 我自己本身也比較喜歡 土地市場那種 那種懷舊港吧 對我來說 有點像是東京鐵塔 對Skytree 那種 我怎麼樣都沒辦法喜歡 Skytree 我就是喜歡東京鐵塔 因為那個懷舊港 很讚 對 對對 這個是 是 Takao 這是 這個什麼時候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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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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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右邊 是 是 左邊 是 然後 然後島字的話放那個醬油 那左邊的Kinky沒有放那個醬油 放那個鹽 哦 剛剛有網友說那個Kinky是喜之刺 他可以稍微開啟他的留言 然後Akinori說那個Kinky很高級的的確 真的也是這樣 好 喜之刺 喜之刺 什麼字嗎 你說Akinori嗎 Eric Akinori Akinori超厲害的 他每次都是我們在直播的時候 他都幫我們就是做一些解釋 我們都隨便我跟維德隨便亂講話 然後他就開始介紹一些 那個每個地方的那個有趣的歷史等等 哦哦哦哦哦 哇 他那個螃蟹 騷動騷動 怎麼會噴出來 螃蟹騷動 應該現在 Taka 現在冷藏了嗎 就是 就是 煙燒了 煙燒了 好 哦 現在在水中 在水中 對 對 先泡水 對 現在 泡在那個 冰水裡面 冰水裡面 冷卻一下 整個Q彈 我們這個是1.5公斤的毛蟹 我們剛剛大概 煮了大概 用水燙過大概30分鐘左右 那現在呢 我們終於要 來 就是 做這個螃蟹的料理 嗯 哇 哇 大家都 大家都不講話了 就是 真的 哇他用手 超屌的 哇靠 師傅感覺 力量很大哦 這個 哥要練好久哦 平常有在健身是不是 平常就每次就一直拉 拉那個螃蟹 這個讓我想到 我之前 之前在那個 Facebook上有看到那個 你知道 Gordon Ramsey嗎 對對對 他 他有一集是教說 MasterChef怎麼處理那個 Lobster 就有點像這樣 對對對 他會教你怎麼樣 可以完美取出那個 龍蝦肉 哇 哇 哈哈 這個 哇 哇 超可怕 超可怕 哦 我現在 都不能放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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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用 那個 Under的東西 不用直接沾 沾什麼醬 直接吃吃他的原味就好 對 好想吃哦 一定有海水的味道 噢 哇 雖然你沒有吃到 但你還形容一下 感覺好不好 看到這個的感覺 我覺得 一入口 就感覺到那個 那個蟹肉 的那個 甘甜 還有那個 彈牙 因為他 非常新鮮 然後剛剛 泡過冷水冰鎮 然後 有一個 淡淡的 海水的鹹味 襯托出 那個蟹肉 他的那個 甘甜 我覺得 太完美了 你感覺跟毛蟹在那邊 一起一起在海面游泳 那種感覺 真的是 不得 然後還被他夾兩下 這樣 哈哈哈哈 夾兩下 好 那我們可以找一下 現在 後面是 那個背景 這個背景 那個很多 新選組 新選組 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這個 照片 我 好像 八十九十年前的 我公司的演工吧 公司的合照 公司合照 對不對 好 這個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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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 爺爺 哦 對 很年輕的時候 是講庫耶 所以這是在日本橋拍的嗎 你知道嗎 嗯 應該 很清楚耶 應該日本橋跟土地 那個搬家的 剛剛那個中間的時代吧 所以我在哪 不知道在哪裡 對 十月 二十三十 這麼還 好像一個外國人 外國人 沒有吧 沒有啊 那邊有一個 沒有頭髮那個感覺 很像外國人 不知道我自己 我眼花了 眼花了 對 眼睛最近不太好 工作的時候一直看店 在家工作 就一直沒有 沒有機會出去外面走走 哇 所以我們現在 師傅還在繼續料理 那個 螃蟹的 其他的腳 嗯 えー 早田 濕 食物 е 蟹 手 有 這裡 嗯~~~ 嘴습니까 嗯~~ 鋏 mir 那部分 嗯嗯嗯嗯嗯 ~! 這個部分 佛你在動手上8這麼 Convention 好 ehrlich去跟 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首先有 democrats descontutan 他说 我问了那个毛贼是哪里比较最好吃 那他说 一般来说 这个 怎么说 这个部分 夹着 这里是最好吃 因为一直动 我在活动肌肉 跟放山鸡一样的概念 然后他跑一跑 然后肌肉紧实一点 运动过后的比较好 厉害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下一个问题是说 有没有什么季节比较推荐什么鱼 就是有没有哪一些季节适合吃什么鱼 好 自治也 太厉害了 今 例えば今お勧めの季節の魚とか そういうのってあります 今は 結構豊富なんですよ 意外と知られていないのは 今捌いている蚊ですね 毛羹 毛羹 北海道大洋造海の流氷が去った後の毛羹 いいですね 今までどこから来ているんですか これは大きな方から来ていますよ 大き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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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の季節は初夏 初夏 初夏 差不多 今次の毛羹 今次の毛羹は最好 今次の海の中央羹 その海の中央羹 今次の海の中央羹 今次の海の中央羹 は少しの その海の中央羹 今次の海の中央羹 この毛羹は最好 いいですね 今次の海の中央羹 今次の海の中央羹 高枝線の中央羹 高枝線の中央羹 魚類 蝦類 日本は 日本の 海の中央羹 この その 海の中央羹 海の中央羹 それが 海の中央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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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にかく 海の中央羹 海の中央羹 沙櫓 すごい 哇,直接像拿湯匙这样吃 哇,真的是... 我已经看到嘴巴张开了,瞠目结设 太厉害了 哇,真的是太...太不得了啦 好,那我们就趁现在 我们再问下一个问题 就是,那请问,呃...就是... 就是,有没有推...就是自己最推荐的五种,五种寿司 自己内心啊 自己内心,这样子 嗯... 高野さん,あの... 有五种寿司,五种类型 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 他是要怎么说 那既是不一种 有啊,没有啦 高野先生,你喜欢好 好... 好... 我喜欢吃的一份 小肌 小肌? 小肌 cciones 小肌 小肌 我只能吃一日 一日 我只能吃一日 那是何故? 那是因為賣魚不足 賣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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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柏达,刚刚小鸡吗? 对 对,还有那个柑橘 这个 哇,这个又要查了 但是,他说这个理由是如果他去别的吃店的话 比如说吃鲑鱼,高级的鲑鱼当然是很好吃的 但是比如说Campio,还有小鸡 这种不是非常高级的鱼 但是他们做得非常好的,它变成非常好吃 所以他去别的寿司店的时候 一定要吃那种的寿司 然后看看这个店,他们工作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很喜欢这种 刚刚看那个Campio,它就是干瓢 它中文是干瓢 说实话我也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不知道看不看好多镜头 看不到这个都不见 反正就找一下Campio,干瓢 应该也是台湾比较少见的 或者是台湾有不同的俗称 因为台湾的鱼也是都用自己的 而且很多是台语的 其实也搞不太清楚 哦,这是什么 这是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你最喜欢的 对 对 我喜欢的那个 小鱼蜜 我也超喜欢的 我喜欢哪里有它去爆炸的感觉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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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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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星宇,Sijimazu,南亚金,现在是文件 说到那个... 你还记得我们去年去北海道的时候 我们做那个饭店 那个口餐,那个饭就直接让你吃 这个东西在东京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东京买的小包贵成这样 北海道的,很爽 北海道的饭店里面,饭店的饭店里面直接吃 对 饭店放在摆放上面 对对,我们去那个Hakotate 它只是一个business hotel而已 然后它那个一块三千万块 那房间还不错,但是它那个早餐啊 那种海鲜啊,包含饭饭,就直接让你 很夸张 很好耶 对啊 嗯 好,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 嗯 要培养成为一个寿司的师傅 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然后 有没有什么寿司师傅必要的特质,特色 嗯嗯嗯嗯 好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是 不好意思 我 Г 2ヶ月! 2ヶ月以外あれば大体握れます それだと終わっちゃうんですけど お寿司握る これは2ヶ月でできますが やっぱり下積みとか 個人差もありますし お店のやり方もありますけど 3年から 10年はかかると思います それは 何か他のことを学ぶために 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いろんなことがあって 仕込み自体 理不尽なこともあったりとか いろんなことを経験するのに やっぱり10年はかかると思います 結局自分のお店を独立しようと思うと 10年やらないと 全部学べないって感じなんですかね 10年やって ですね あとは素質 というか あれでしょうね 今年50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 一番 一番 北前さん 全部の世界よりも強そうかなと思うのが 耳でしょうね 耳? 耳がいい子は 反応が早いです なるほどね 常に耳は クリアな状態 はいはい で何か物音 お客さんが足をこうした音 パッと動ける うーん 10年目 なるほどね あとは成果が低いとか 痩せてる太ってるって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けども それは個性として生かすべき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うん みんな同じ寿司を握る必要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 その人その人の 何か美味しいと思うのを 突き詰めて日々努力してやっていけば いつしか一人前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よ なるほど おわらしゃ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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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えぇ sen 時間を握っている まあ はい え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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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他,真的要努力,那要學習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只是自己要握手指幾個月就OK 但是,真的要握手指的師傅的話,一定要至少十年左右 那,我聽說他好像已經在那個銀子燒的時候,做那個玉子燒也是需要幾年了吧 我有聽說過,我有聽說過這個 就是,或是做玉子燒,然後就要花好幾年,然後每天都被那個師傅罵 這個玉子燒做不好,重做這樣子 對,對,對,Dakuan在炸彩的薪泥有幾年可以吃了嗎 我他,我拿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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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4年 4年 我拿給他,我拿給他,我拿給他,我拿給他 4年算是很早 大概四個小時就不行了,他做4年 你做四天大概都做不出來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這個真的是 我相信日本也是少數國家 可以把一個料理做同一件事可以做那麼久 因為那個職人精神 真的是太無敵了 還有他說要當那個很好的師傅的特質 他說聽力 我這理解是注意力 每個時候要聽聲音 比如說客人那個調那個筷子 然後客人那個今天的聲音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從那個他的耳朵 提出幾個消息 然後那個發音給客人 大概可以理解 因為畢竟在做壽司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專心的動作 所以你在做壽司的時候 如果不去聽旁邊的人在講什麼話 其實很容易會忘記客人的需要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其實是滿困難的 像我這個人就很難去分心做一次做很多事情 喔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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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花枝之類的 花枝還是屋賊 我不知道 那個類別我台灣有太多的名稱 反正就是花枝屋賊類 對,花枝屋賊,透抽小卷、中卷 不好意思,董燕主我懂的魚貝類大概只有五、六種而已 海底生物那麼多,我們只懂得五、六種而已 哇,好漂亮喔,一張像紙一樣 真的很漂亮 對,好漂亮 酒精是哪邊的,我想皮靈連越來越紅 嗯?我連紅了嗎? 你紅了嗎? 還可以 還可以喔? 酒喝幾杯啦? 一杯,還沒喝完 還沒喝完 好,那就下一個問題是 就是,東京哪邊有最多高級的壽司的餐廳 哪邊呢? 嗯,哪個地區,區域 嗯嗯,高野さん 嗯? 一番いいお寿司屋さんが集まるとこって どこですか?銀座ですかね? 銀座がそうですけども 昔は銀座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今大分時代が変わってきました そう 嗯 我々の先輩は飲みに行くと やっぱり銀座っていう時代だ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 はいはいはい 今銀座じゃないぞ 六本木? 嗯 高野? そういう風に分かれてきてるんで 人がその人の流れに合わせて 合わせて変わってきましたね なるほど 他説以前 今度も同時代は銀座 以前は銀座 今度も同時代は銀座 今度も同時代は銀座 高野 Zero または銀座が今度も effect 今度も高野さんが 太久了,那就去營造了 那現在的話,綠本木啊、藏布啊 其他地方都有 所以那個,跟著人 那個人的那個 人去哪電也開在哪裡 對對對 這兩個地方,營造啊 或是包含麻布或是 綠本木這景區其實也是 消費比較高的地方,那我想 高級收視店當然是 有此原因會去其他地方 像我家住高原市 可能就不太沒什麼 不太沒什麼收視店 對啊 哇,這是剛剛那個 那個 那個套Q啦 我要吃是不是 之類的 哇 欸,維你之後還蠻喜歡吃 那個套Q的 對,很喜歡吃那種 對,就是回轉 回轉收視的時候都是 都會覺得好聽 我喜歡他那種 QQ有點黏黏的口感 壓的,壓的感覺 真的真的真的超好吃 而且他吃起來很清爽 然後 力學力學 對,你現在拿的是什麼 它吃起來 會有魚 我覺得 裡面有確認了 但是 那邊 右邊是 柱油 那 這 這 醬油 這 這個 醬油 只有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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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左邊是沒有醬油 那他把那個海蛋放在那個女的上面 還有說 那個酸酸的東西 什麼Lime 海膽加套Q然後再撒一點那個叫什麼像檸檬一樣的酸酸的東西 一想到就 口水就滋溜了 萊姆嗎 萊姆嗎 就放在酒裡面 對 就Lime 你左邊跟右邊你比較想吃哪一個 那個海膽吧 因為有海膽感覺會很鮮 真的真的 那Ganshan要選的話你左邊右邊會想吃哪一個 我先吃那個醬油的吧 我大概想像到 對 那個魚乾 一般的那個很好吃的那個味道 那右邊 然後呢 再吃那個左邊的 我沒吃過的那種 感覺 這樣子 喔 OK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師傅在烤什麼東西 欸 啊 阿公子現在焼了 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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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海膽有點 不是那個什麼海 一有什麼 嗯 沒有 其實穴子穴是 鰻魚的一種 好像是辛曼吧 辛曼 辛曼 OK 其中就是鰻魚類 但是其中其中一個品種 哇 那個我也好喜歡吃喔 真的吃 嗯 這個真的很好吃 欸 高雯先生 這是哪裡的穴子 這是江戶前的穴子 江戶前的 這個穴子 是從東京灣來的 東京灣來 東京灣來 喔 就領區直接補起來這樣子 對對對 東京灣的那個穴子 怎麼說 珍喜嗎 稀少 稀少 稀有 東京 然後 所以 不是 沒有很多 東京灣的穴子 我在工作機場 那 應該他有特別的 怎麼 玩到 OK 趕緊自己去 趕緊自己直接到東京灣 走 有可能 去摸魚 是不是 好那講到東京灣的話 剛好帶到我們 剛好帶到我們的下一個 放在那個 放在鐵桶裡面 推到東京灣 對對 concrete 對 剛好帶到我們下一個問題 就是 想要請問 通常我們一般 可能去東京的壽司店 或是說 可能竹地或豐州批發的魚 它們最常見的產地是哪裡 就是因為 不同 魚應該有不同的產地嘛 但是 就是 可能 平均或比較常見的 大概是哪一些區域 然後大概 是要多久 它是遠洋漁船 因為我相信有一些是遠洋漁船 有一些可能是近海釣的 或許有一些是養殖的 這樣 嗯 嗯 對 對 比較多 比較常見的 嗯 那邊 那邊 不可能 從從從從從來 來 嗯 這個不可能 對 但是 嗯 那比如說鮪魚 那鮪魚 那鮪魚現在的話 那前夜線的那個 市場 嗯 那 太平洋 有的時候 從從從 有的時候 美國 平洋 都有 所以那個 空中市場 非常非常大 太大了 所以從全球 都有 所以 我們也沒辦法說 哪裡 特別 這邊的那個 比較多 瞭解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烏魚子 它是從 是不是買 我是從台灣來的 對 台灣的烏魚子 也很多 對 東港 我以前 對 台灣的烏魚子 很好吃 是啊 台灣買是不是沒有那麼貴啊 不是啊 我沒有在買烏魚子 沒有在買烏魚子 我超喜歡吃烏魚子 我負責吃而已 沒有在買 對 就是我以前 我媽在市場 會買烏魚子 然後就覺得 哎 你 你像中沒有那麼貴 嗯 那個 我不知道現在怎樣 我覺得好 好久以前 但是每次在日本看到 超市看到烏魚子 就覺得 無法下手 因為太虧了 台灣的也不便宜耶 大概一千塊吧 不便宜啊 因為那是過 過年才吃得到的東西 都是不便宜的 那我媽也可能蠻疼我的 呵呵呵 那個烏魚子的壽司好壞 哇 這個是 我超喜歡吃烏魚子 上面那個醬的 嗯 欸 高雲先生 這個烏魚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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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 醬 是醬油 那 那 那 兩邊的是那個鹽 哦 就是 稍微有點甜甜的那種 對 甜甜的那個甜 哦 救命啊 受不了了 這超好吃的 唉 真的好 很痛苦耶 他那個 天常這個 這個直播 對對對 都沒辦法吃耶 沒辦法吃耶 對不對 應該大家都很痛苦吧 我們只能想像而已 哦 還是 對 對 有 啥 鵝 那 對 對 沒有 著 有 有 著 有 彩虹 不會 大家一起店 room here 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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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市 THORM Mike 你已经这么ать 理想了 炮 所以在常委上,Katsuo的壽司現在不是很適合情節,但是工作市場有,大家很喜歡Katsuo的壽司,所以按照這個需求,很多壽司料理店都會送到料理提供 這是煎前魚的,好像是煎,右邊是煎 我現在是手捲了,是不是? 你覺得什麼? 現在是Kampio Kampio 終於要解謎了,Kampio到底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我看剛剛好像有人留言Kampio 什麼乾瓢之類的吧 乾瓢,然後滷葫蘆乾 葫蘆乾? 葫蘆乾,不是魚類啊? 那不是,Kampio是怎麼做的嗎? Kampio,野菜ですよね 野菜 野菜の皮を剥いて なんか 干す 干す ですね 野菜 榕心 � inc 葫瓜刨片 曬乾再加醬汁煮過 所以大概是那種脆脆鹹鮮 然後帶有甜味那種 類似吧 我不知道 太難了 實材的世界實在太多大驚信 說實在話,我每次到壽司店位,我好像也不會點那種蔬菜類的 但是好像一都可以點點,因為其實應該也是蠻特別的 反正每次點來點去就點那幾樣嘛 都點那三種,對不對 原來這是KAMUKYO KAMUKYO KAMUKYO KAMUKYO我覺得對日本人來說還蠻一般的 好,蠻常見的 對,蠻常見的那個菜單 我現在蠻喜歡吃那種菌類的,因為那個飯很酷 我很喜歡 好,這是 育指燒爬 四年的練習 四年的功夫 就是傳授介紹給大家看的 哇,長得像海綿蛋糕好強喔 蜂蜜蛋糕 這個叫什麼 對,蛋糕的那種 特質的 好強喔 好強喔 好 一般我們在吃的時候比較蓬鬆嘛 可以看到裡面那個空隙 但是這個基本上看不出來它那個 在裡面那個空隙 我覺得好像每一家 喜歡的做法都不太一樣 對啊 好好的 高野先生 這個中 海綿 そうですね 海綿 大和芋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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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好棒 讓我來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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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怎麼做呢 這個 最難做的 最難做的 對鬥志師傅來說 對啊 每次都有聽那種傳說 就是你如果最後玉子招可以做得好 就是代表你出師了 成功了 結束了 他喝裡面 有那個 什麼 就是蝦子 嗯 高湯嗎 嗯 還有沙湯 還有什麼 蛋 所以他不是單純的蛋嗎 還有魚 芋 芋 芋 馬鈴薯 我以為只有蛋而已 綿綿的 山藥 下面有人說蝦子加山藥 啊 好高級的內容 真的耶 真的是 真的不得了 都受不了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问题有点范围有点大 但是我还是想要问问看这样子 就是想问一下师傅啊 就是当上寿司师傅对人生有没有比较大的影响 就对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高雅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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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般人と会得到的, 会話を得到的一番。 很多人と会得到的. 会得到的, 可能性を感じる, 幸せを感じる. 那些人が喜んでくれる. 喜んでくれる時, 私みたいに, 有些事情可以做到的事情嗎? 是的 是的 明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以前在銀座的最高級的店 還有北海道的高級店 現在也是 那做壽司店的話 他有很多機會面對跟很厲害的客人來到那個店 然後他可以這樣子面對面講一講 然後提供給他 查我自己的壽司 然後這種的很厲害的 很多客人很喜歡他的壽司 這樣子的時候他感受到很幸福 然後他聽很多這樣子 很多人很多種的人的話 他自己也可以成長 了解 所以就是在人員的交流之中 然後再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然後讓這些很有威望 很有社會定位的人吃 然後讓他們開心 那是不是感覺到很幸福 對對對 這是很難的機會 這是很難的機會 也是啊真的 真的 酷 哇 那我們再 很感謝師傅 這算是我們的料理都已經結束了嗎 請問一下 但是大概料理 對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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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如果客人 觀眾 大家有什麼 如果客人 再 做 一點點 好 那我現在坐車去行橋 拿那個 來得及嗎 對啊 那就你的宵夜的便當 應該可以 最高級了 對啊 這個感覺不知道欸 好幾千 一兩萬 那你 你先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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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啊 今晚最大的收穫 哇 好餓 啊 哇 啊 哇 好漂亮 大家趕快珍惜這應該是今晚 最後的 最美人 大家趕快把這個 傳進腦中裡面 然後晚上做夢的時候 趕快夢到 哇 哇 哇 等一下回家 哇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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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包給 給女兒吃 這樣 太精彩 真的太精彩 哇 隨便把師傅一起打包過去好不好 哈哈 哇 那我們最後再問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 呃 我們現在剛好看到這個便當等等的 就是壽司 但我們請問一下師傅 就是吃壽司的時候 或者有沒有什麼禁忌 就是說 吃壽司的時候千萬不能做哪些事情 做哪些事情會讓師傅生氣啊等等的 或是不准禁忌 好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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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 偉知道 超 WiFi 吃到時 要不要做的事 啊 そうですね 有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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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 那些事 有些事 但是 DEMO DEMO看一下 有意思 我們拿小雞來DEMO一下 好好喔 隨便DEMO就是一個 感覺很好吃的東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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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日進把餐士提供給客人 要馬上吃 才怎麼樣 嗯 有聽到嗎 有 嗯 嗯 嗯 OK 嗯 鱼盒提供给客人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过了一段时间就变不好吃 所以要蛮好吃的 另外一个是 他给我们看看 不要翻开鱼 然后蘸着酱油 那怎么蘸酱是比较容易的呢? 鷹雯,醤油を上手煮的方法 OK じゃあ まず 箸で煮的方法 お寿司が出来了 お醤油が付いていないので 把手煮的方法 自分手前に 1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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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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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6 5 要走 啊 應該他 會 用開始 高雲さん 手でやる時はどうですか 手でやる時は同じように出されたら えーと お寿司の半分よりこっち側をちょっと持ってください 半分よりこっち側 半分よりこっち側 半分より向こう側 向こう側 半分よりこっち側 持って 1 2 おー おー 拿前面一點 反過來沾 再吃 最初に こっち側持ると 視点がクルッとなりやすい 要回転 回転手指 對對對 開電 10個 おー 這個是 這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好酷 這太酷了 這太酷了 我真的是雪島 大家記得就是 如果記不起來的話 請直接看我們那個直播的重播 一段雪牆 這樣去日本是收拾的時候 就不會失禮了 對對對 我以前有用飯沾過 然後又有把那個魚拿起來 直接去沾醬油這樣子 然後 記得還在頻道裡面 就出現還被兩碼過 因為是打不進嘛 所以千萬不能做這些事情 好 哇 雪島 雪島 太好了 太好了 太精彩 那我們 乾脆開放個五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 大家問問題 好 然後我們自己也找一下 剛剛有沒有其他問題 網友問的問題 我們沒有回答 好 太川さん 後 5分 ぐらい みんなの質問ちょっと待って 終わりにしようか ということで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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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wsze 然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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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寿司的时候要一口就马上吃掉 全部嘛 那对 他刚刚说一口吃 然后吸怎么说 嗯 嗯 对对对 吸 吸寿司 吸寿司 对对一口吃 好 好 那我们再看看有没有 问题啊 还是有没有要吃的 要再看 有没有想要 想要吃卡通以外 有没有要吃 哈哈 あと 群羹巻 群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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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羹羹 羹羹 羹羹羹羹 嗯 一時辣椒 不要 不好意思 不能把那個啦 差心魚不能跟醬油混在一起 要單獨放在肉上 然後沾醬 然後加起來一起吃 因為台灣還蠻多人會習慣 攪成一個醬 然後拿下去沾醬 噢 OKOK 噢 哇沙比不可以混在醬油中 對,混在 對,哇沙比不能放在醬油裡面 在一起 噢 因為我很多事情要懺悔 這事情都是我之前常犯的 我知道啊,但是 反正 懺悔懺悔,懺悔事啊 對,就沒關係啦 其實也是學到不少啊 這個也是 真廣見聞的 我們剛剛說那個Ikla 比較聰明的方式是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薑喔 嗯,用薑下去沾醬油 然後再弄在那個軍艦上面 就不會,因為如果直接去 用快速加的話 那個魚卵可能掉下來 所以聰明的方式是用那種 我剛剛講的那個方式 因為我自己吃那個Ikla 的時候我是沒有穿醬油 我覺得它本身就蠻鹹的 對啊 對,台灣人比較不太喜歡 韓鮮的嗎 對啊,對啊 好 OK 好,那我們再看看有什麼 那個Ikla Ikla 厚的時間 還是有沒有要吃的 有沒有要吃的啊 或是有沒有想要 想要問問題的啊 這邊都可以發問 那我們開放問題到10點45分 就日本10點45分啊 就是台灣的9點45分啊 就是台灣的9點45分啊 好 我問你那邊有沒有什麼想要 想要看的 就是想要吃的 單杯 現在好像有魚的箱子 像是魚的箱子一樣 像是魚的箱子一樣 喔 太重了 ちょっと 啊 啊 攝影機動嗎 好嗎 好嗎 好 那讓我們看一下 現在有的是哪種 哇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食材 見到嗎 見到嗎 哇 這是水族館嗎 這個 山珍蠔 好厲害 超濃度的 哇 今天我們全部出現了 這個樣子 好 還有 這裡 有了 哇 這是鯧魚啊 鯧魚啊 鯧魚 這個也很大 這也很大 這也很大 很大 很大啊 不好意思我講髒話 我這就是 看起來就很好吃 好猛 好猛 台灣人喜歡 鯧魚嗎 嗯 蠻喜歡的 也是高 高級的食材啊 我一直 那個小時候啊 就是一直以為就是鯧魚很便 因為我媽都會買那個 看10塊錢的那個鯧魚 的那個 手機 但是海拔那期都是假的 對啊 代鯧 有一種鯧魚是假的 代鯧 代鯧 代替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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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代鯧魚 這叫代鯧魚 好 那我們 呃 我們現在是沒有看到問題 那我們乾脆趁現在 因為乾脆趁其實有在自己做 做頻道嘛對不對 有在自己在經營頻道 那我們 要不要用這一點時間 讓乾脆趁稍微 呃 推薦一下自己的 自己的頻道 哦好 那我現在做 呃那個 那個 YouTube的頻道嘛 那這是跟那個 阿康阿康阿康一起做的 呃 因為大家 我覺得世界上 呃 那個最有名的 呃 一個日 日文 就是 壽司 那 但是 真的壽司 呃 給大家看的那個頻道 呃 很多 所以我覺得跟那個 阿康阿康一起開始 那個 這個YouTube 然後 給這樣子 給大家 世界 所有的那個地方的人 喜歡壽司的 呃 客人 呃 要給他們看一下 然後 那個 真的壽司 怎麼做 呃 真的魚 怎麼切 呃 今天我們都學到的 呃 那個壽司 後面 呃 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 這樣子的問題 呃 都 那 如果 大家 喜歡壽司 的話 呃 呃 先看看我們的頻道 然後來主地還是 雲州市場 然後吃壽司 然後再來 呃 呃 鮮 呃 然後吃吃 真的我們的壽司 謝謝 哦 那那個 那個 呃 也可以請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 呃 呃 呃 如果 呃 呃 嗯 但是 呃 對他來說 這個完全沒有關係 而且 他 一般 都是每一天 都是接受 一個 一組 呃 如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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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的 呃 呃 打電話給他 還是 呃 隨便 給他聯絡 然後 輕鬆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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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好 感謝 讓外國人 顧客去了 也不會害怕的 一個環境 嗯 對啊 那我們現在這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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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啊 那我們再 再請 就是 呃 師傅 呃 呃 師傅 那就是說 呃 你問做為一個合格的壽司師傅啊 就除了我剛剛講到手藝之外 有沒有也要懂得去市場挑選 新鮮的漁獲 然後這個要怎麼去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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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挑選 那個 好的漁獲 對 呃 呃 這個 他武将 都 評众 有 跟 就會選 不然不是業者 業者不然不然 鮨シェフ自体も目利き的能力が必要 必要 どういう風に鍛えて選べるようになるんですか 勉強 自分で買って自分のお金を出すことによって 感じるもの 服に似てるかもしれない 修行してる時に自分で買いに行くことあるんですか 自分で買いに行くことはありますけど そのお店のお金ですもんね そんなに痛まないです 店をや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 物の価値って分かります なるほどなるほど 気持ちがあって 私なんかあまり メニューを決めないで 築地団と知ってから 考えるタイプなんですよね あー今日これいいなー っていうのを選んで これを一身にできる お刺身にできる あの人はああいうのが好きだな 期待だなっていうのを頭に入れながら 買いに行きます なるほどなるほど はい えー えー 他説 開店 努力 之後 他才 開始 真的感触到 えー これを買いに行く これを使って 自分に買いに行く 魚を選ぶ それを選ぶ それを選ぶ やりたいな それを選ぶ あの数字 私たちは この時から 私が 使って ぜひ 应该理解的东西,可能就像花公司的钱就不会太去在意这个事情,但是你自己开公司的时候才会觉得说,对,会资助比较,就是会好好去研究就是怎么样花怎样钱,花什么样的食材这样子,对,他自己的钱,然后他自己的客人,所以他想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嗯,了解。 我们的,也差不多时间到了嘛,对不对? 对。 那今天也很感谢就是,两位来宾来参加我们东西走一条的直播,那就是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那也很开心啦,因为我们第一次做这么长的直播这样子,然后相信大家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那我们,呃,在结束之前,看有什么,两位有什么要再讲的东西吗? 嗯,Takamu-san,何か最後,もう終わりですけれども。 。 好,好的。 はい。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活动。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请过来,欣赏,来店,欢迎来店。 然后我的话,大家非常感谢,看这个活动 那我真的,现在疫情的关系,我没办法动嘛 军经一直在家,那没办法去台北,而且寿司店也没办法去 对,所以我们,大家跟大家一起,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走开 然后要回复正常,然后跟大家,我期待跟大家一起享受真的这个寿司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那伟恩有没有什么要讲的话 没有,我觉得已经聊了很久,我觉得蛮开心,今天可以就是学到很多跟寿司相关的东西 那我的话,可能结束之后我要去吃点小夜 因为这个太多了 好,那就感谢各位啦,感谢各位 那就是,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直播,或是拍影片的方式,介绍更多的寿司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学到更多东西,那我们的直播就到,就要先,就要此结束了 那各位晚安啦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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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